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昨天出席一個論壇的時候 宣佈了他的聯歐抗中大計 蓬佩奧昨天以視像通訊的形式 出席了德國馬歇爾基金會舉辦的布魯塞爾論壇 在致辭的時候宣佈已經接受了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的建議 成立一個在美國和歐盟之間 有關中國問題的對話機制 蓬佩奧強調是中國在迫使歐盟 要在自由世界和中國的威權環境之間作出選擇 而中共對於全球大流行武肺疫情的隱瞞 也加速了美國和歐洲人的覺醒 大西洋兩岸的人正在意識著所發生的事情和真相 他就呼籲歐洲要和美國聯手 一起應對中國的威脅 為了維護美國和歐洲的自由 繁榮和未來 美國和歐洲必須要共同努力 繼續大西洋兩岸的覺醒 以應對中國的挑戰 蓬佩奧在這篇演詞當中 沿用了一貫的鷹派作風 以及非常強硬的措持去批判中國 同時他也流露出一種強烈的願望 就是希望拉攏得到歐洲和美國重新站在一起 去對抗中國的威脅 至於有些人提出了一個觀點 說美國應該主動去採取辦法 緩和緊張的美中關係 蓬佩奧對於這種主張 就是予以強烈的否定 他就說 有關於美國應該緩和和中國的緊張關係 接受日益號戰的中共政權 這種主張是不可以接受的 這個完全就是無稽之談 美國不會接受這種論點 在自由和威權之間是沒有妥協空間 美國不希望未來是由中共去塑造 蓬佩奧的潛台詞 其實就是說 美國和中國之間 就已經再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 或者回旋的餘地 就已經走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當然 這種說法 某程度上也反映得到美中關係的實況 是一個客觀的描述 大家看看蓬佩奧已經是一個例子 雙方的代表叫做坐一台 但是在會議當中 雖然開了七小時 不過也是各說各的話 你有你講 他有他講 各自表述完立場以後 雙方是無法取得到一致的共識 或者是有任何的成果 或者是拉近到一半分的距離都做不到 最後就是破局收場 現在蓬佩奧轉向拉攏歐洲的支持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是有隱憂的 他就承認 歐盟內部在對華政策上是有分歧的 部分國家和中國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貿易關係 但是他仍然希望 通過美歐對話 可以成為採取行動的趨化劑 他很厚度 沒有在這個演詞當中 特別是對某些國家點名 但是盲的看得出 他就是在說德國 因為德國和中國的經貿關係就是最密切 而且德國總理馬克爾 就是在歐盟27成員國當中 最親華的一個領袖 當然 因為現在這個 塞爾維亞還未入歐 如果入歐的時候 就沒有薛奇最親中 但是他還未入 就是默克爾最親中 而且 蓬佩奧還說了一個 我想都沒有什麼人相信的藉口出來 前陣子特朗普宣布了 說要從德國撤走一半的駐軍 蓬佩奧就嘗試為這個決定辯解 他說了什麼原因出來呢 他說裁設駐德的美軍 就是為了應付中國在印度和東南亞之間的威脅 其實我想說出來也沒有什麼人相信 對不對 不過蓬佩奧專門這樣說 無非都是要對德國提出一個警示作用 實情 歐洲現在早就分為兩個陣營 分別就是親美陣營和親中陣營 那親美陣營有什麼國家呢 比如說昨天 蓬佩奧就宣布了八個歐洲國家不再採用華為 那八個國家肯定就是親美的 當中的羅馬尼亞和希臘也有美軍駐紮 但是其實美軍駐紮在歐洲也有很多國家 包括德國和意大利 意大利沒有什麼出聲就沒問題了 但是德國似乎都是處處和美國對著幹 所以蓬佩奧才會有這番說話說出來 而且就算裁設了一半的軍隊 諸德的美軍仍然是在歐洲當中排行第一 蓬佩奧專門說這番說話出來辯解 無非就是暗示給東德婆麥克爾 還有很大的設軍空間 真的不要處處對著幹 雖然麥克爾去到下年他也會下台 至於美歐之間的對話機制是怎樣進行的 蓬佩奧說這個對話機制將會建立在資深官員的層級 而他也在計劃要在幾個星期內到訪歐洲 啟動這個新的美歐對話平台 即是說美國非常重視這次的美歐對話 又派出高層級的外交官員 而且還打鐵趁熱 一說接納了這個建議幾個星期內就要搞定了 這當然跟美國的選情也有關 由於特朗普暫時在民調方面大幅落後 現在距離大選只有大概四個半月左右 特朗普也非常急要尋找一個缺口 去扭轉劣勢 今早就已經搞定了香港自治法 現在又說搞這個聯歐抗中 大家都會感受得到 所有事情都好像在全速前進當中 所有事情都來得很急的 但是也沒有辦法 對於特朗普的團隊來說 我相信他們都非常焦急 怎樣能夠在有限的時間裡 去嘗試拉近和拜登之間的民意距離呢 因為根據所有的民調都顯示 特朗普落後拜登就是百分之十至十四不等了 連霍士新聞都是這樣說 如果再說所有民調都是假的 無非都是自欺欺人的 老實說 而且在六個搖擺州份當中 特朗普都是全部落後於拜登的 這六個州份很重要 因為美國就是用選舉人票的制度 有些州份基本上就是民主黨贏的 有些就是共和黨贏的 其實選來選去最關鍵都是這些搖擺州份 如果搖擺州份大幅落後的話 就搞不定 所以一定就是要下重藥 來看看怎樣可以扭轉這些搖擺州份的選情 其實在很長的時間裡 特朗普也是非常重視首階段的中美貿易協議 甚至乎是打算用這東西吃虎連任 但是在年頭又發生了這個 試虐全球的武肺疫情 後來美國又發生了各州的大規模示威 某程度上都會打亂得到他的陣腳 好了 現在忽然之間加速的時候 我相信他們又找對了一個新的路向 所以就要極速踩油了 因為真的時間無多 看看能不能夠在這四個半月當中 扭轉得到那個選情 現在我相信就會越來越快 而且就會越來越辣 那些東西也會很急 因為時間實在有限 所以就要在未來的四個月當中 出盡招式出盡法寶 無論是要換醒選民的正義感也好 或者是迎合選民對於中國的厭惡感也好 反正就是要用盡辦法 如果不是 你那些招式搞那麼多出來 如果全部不用的話 就是留來煲醋嗎 對不對 就是留給拜登用 變相是為他人作嫁衣賞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是會用的 現在這一刻就不會不用了 好了 至於蓬佩奧除了搞這個聯歐抗中以外 他另外對於中國也作出了非常強硬的批評 這次就是關於中國對於非洲的債務問題 他指責中國 猛批給非洲的貸款 給非洲的國家 就造成了沉重的債務負擔 而且中國經常開出空投資表給非洲 是不負責任 另外他就說到 說中國現在成為了非洲各國政府最大的債主 但是美國對於非洲的援助 就全部都是以贈款的形式 就是直接送錢過去 就不是以貸款的形式 目的就是為了促進透明 以及以私營部門主導的經濟增長 使得美非兩方面都會受益 當然中國在上個星期也宣布了 會完全免除 即是不用還的了 那些所謂無息貸款 但是我們之前也解釋過了 無息貸款一般都是預算不用還的 但是明顯地 非洲不僅想免除這一筆無息貸款 而且有息貸款他們也不想還的 但是中國當然是不肯制 所以其實就 未必是符合得非洲方面的期望 好了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